坐在這裏當然是年輕的錶手 不如我先介紹一下 好 MK先 你都說了我的名字 我叫MK 應該今年掉了 到現在為止應該掉了兩年多 然後剛開始掉的錶是 整班同學放學之後沒什麼做 然後就 才知道到場這件事出現的 首先我知道到場先 只不過是飛錶的到場先 因為那時穿著校服 很少去走 大家好 我叫Kelvin 我應該掉錶 跟MK差不多 我想兩年多些 我為何會掉飛錶呢 就是那時候 小時候 經常去網巴玩 剛好那個網巴就有飛錶機 打機打到悶 當然是找其他東西弄一下 那就扔飛錶 其實我一開始 我也知道 以前都覺得扔飛錶應該是酒吧 我猜不到會有道場這件事 我覺得很新奇 沒有酒都可以扔飛錶 對 對 不然我放聲 OK 大家好 我叫Handy 我扔了錶兩年 第一次拿起錶的時候 我記得是 在 ADA 前年的ADA 就是 然後 那時候就只拿起來扔一下 但是 後來 就 覺得 咦? 因為ADA裡面有很多 日本的女生 他們都很厲害 所以我看到之後 就覺得 別人的女生都可以 我應該都可以 買了第一套錶 就試一下 很快就開始有些 比賽仔 參加一下 所以我也是 第一次應該在道場 嘩 大家好 我是MASA 那 說起扔錶 聽完你們三個說 大家都扔了兩年 三年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很老 但是我還是最年輕的那個 我扔了九年 差不多 你這個是我們的前輩 嘩 說起 怎樣接觸 我想最早都是家人 他們都是錶手 那 其實都是他們練習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 我才叫做第一次接觸 飛錶 是的 那 講起 飛錶 那 不如說一下現在 飛錶的狀況 狀況 狀況的意思 你們的 你們覺得現在 錶壇裡面 算不算很多新手 出來扔錶 然後有競爭 都算了 現在 越來越多人扔錶 其實我知道香港 之前有一陣子很流行飛錶 但是之後有一陣子是回落了 那我那時候還沒扔錶 但是都是別人跟我說的 那現在又好像多了人扔錶 還要是多了很多年輕人扔錶 那 而那些年輕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始終是小時候呢 那上手都比較快 那見到很多年輕人都扔得很好 對 我覺得 好像我自己覺得 剛剛開始扔錶飛錶的時候 兩年前左右 看片 看飛錶片 左右 全部都是日本 日本或者其他外國的錶手 然後最近 近一年 香港的錶手的實力 是真的有所提升了的 還有 實力都可以接觸到 開始去到世界級那種實力 香港的實力 所以我認為這個也是 反映到香港飛錶越來越興起 好像小組都討論 我覺得 因為我扔錶的時候 就 普通覺得是一個興趣 那跟著 扔扔一下 因為我開始是很少看片 或者怎樣的 那純粹是 扔吧 然後我記得好像 是不是呢 第一個參加的比賽 好像是 Faicula 那時候都是 因為需要女生 所以我就 參加了 然後扔吧 其實那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做什麼的 然後後來 都不知道 目的是什麼 就是覺得我開心 因為我到這一刻為止 都覺得扔飛錶是開心的 那 那 直到那邊扔下去 開始比賽 認識了很多東西 然後 直到我想 JDAS 開始 真的叫做練習 那 因為這裡 長期有個電視 有傳播著那些片 那 這裡很多人 又一起去 聊 日本 那些比賽 哪個哪個 Kalvin Kalvin 又很喜歡 這個女標手 那個女標手 那我自己 就開始 都去 搜尋一下那些片 那 然後 自己扔扔一下 又再去 研究一下其他東西 那 就開始覺得 其實香港原來都很流行 就是這個活動 那 那你又覺得 得不得女生扔呢 現在 嗯 開頭呢 其實我覺得很少 因為他們呢 開頭打那些 那些隊的時候 那他們是 每個都好像很欠 欠那些女生 那 後來扔扔一下 其實都不 都不算是 不算少 因為我們 我打了一些女子的比賽 我覺得香港那個 人數都幾多 對 嘩 如果我說 看著你們 我的感覺 我真的 看著我被帶 看著你們開始 在到現在 我扔錶 就一直 看著你們 前輩級錶手 到前輩級錶手 不扔的時候 我就做了前輩級錶手 看著你們扔錶 嘩 現在扔錶的感覺就是 身邊一個二個都是老虎仔 隨時咬你一口 那些來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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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陣 真是 看小 真是 不可以看小你們 如果不是真的 隨時都 輸得 我 很慶幸香港 在這個 比較不重視運動的地方 所以說 飛錶都可以做到疑似的 都多人去玩 這個普及 我覺得這件事在香港 這件事在香港 那都是 其實 我覺得有商機 應該說 其實都是 看看 那些 那些 傳媒 有沒有一些 報紙 新聞 有沒有賣 好像 剛才 香港 就贏了這個世界盃 World Cup 就創紀錄 打入八強 香港 新聞 才叫做 多 又多一點 新聞 關於飛錶 對這件事 我也想說 那開始 因為 當時我是在新加坡 那我 我也有 網上看 然後 很開心 在Facebook 看到第一個 傳媒的報導 那那個 網上寫的東西 就是 很驕傲 你一看會覺得 哇 香港人 我立刻忍不住 分享 然後呢 其實很久之前 我覺得 我不是有一個朋友 是做記者的 我記得 訪問過 訪問過你 Kathy和Royden 那我立刻 看到那個報導之後 咦 好像 要做些事情 然後我就立刻打給那個朋友 然後跟他說 喂 有一樣都幾歷史性的東西 關於飛錶的 那你之前既然都寫過飛錶 那你會不會有興趣再寫 他說 有啊有啊有啊 總之是香港的運動 運動 我都很想去報導 因為是香港人的驕傲 我把這件事告訴他 然後在 八強前那天 我跟他一句說 他就自己去上網看著那個直播 看完之後 他又問了一些資料之後 他就自己寫了一篇報導 所以第二天打完之後 就開始有另外一篇報導的分享 那其實我真的都幾開心 因為他寫得很精彩 就是 還有我那時候心在外地 你會更加感受到 哇 香港人真的要很團結 尤其是我看到整個 我的Facebook那些東西 就是很多香港的標秀 一直一起去分享這件事 覺得這件事是驕傲的 去支持的 其實我都很開心 Kelvin呢 我記得 最 那時候 World Cup 以前最高 香港人可以入到多少 其實就是上一年 上一年 我們今年香港來打到第二 上一年就是打到第二回合而已 所以 其實那時候 香港的新聞都沒有看到 是 今年 叫做 有一兩篇是關於 這個World Cup 我覺得 當然啦 對於這個 彈發才是好事 是 那 就看看 在下年 的World Cup 有沒有機會再 去到更高的一個層次 沒錯 那 說完現在 不如說一下 個人的歷史 歷史是指 救人歷史 哪方面 你看 MK嗎 聽不懂 有些歷史 很多歷史 Kelvin應該很清楚 很多歷史 你看他這麼FRIEND OK啦 他還是肥肥一點 你又說一下 十分多 你覺得你 這個 Yang Star的比賽 靠什麼出名 一炮勝 你說不 Yang Star 不是Yang Star 先 Yang Star 你看 Yang Star一炮勝 應該是Yang Star之前 已經有些比賽 令到他 成了名 那時候很流行鬼人 我又不怕說出來 老實說 這是自己做過的事情 那時候 有個大型的道場 舉辦了一個12月的比賽 那時候真的4點多 他比賽打5.99以下 第一陣贏了 這個是D2 Rating D2 Rating D2 Rating 所以他就要打12個月 比賽 那你就不可以 超過5.99以上 是啦 那我第一 新手 這個是我差的 那我新手 剛剛覺得 有機會可以出去比賽 有機會可以有積分 打到FINAL 那當然第二站 也不要放棄去試 第二站的時候 我已經抓到十幾 那 那 是贏了 贏了 接著就被人說 鬼 因為 我拍到Ivan 打過24 Rating的時候 都贏了 接著就上了Facebook 接著有相 接著 就被人說 為什麼你5.99贏了 接著打24又贏了 那 這個是我認的 是我的問題 是因為 我覺得 不會 其實可以去外國比賽 是一件 因為那時候是爭取家人的同意 如果我贏了比賽 去到外國 那我家人會比較同意我 對Faybill這個運動 接著就 對 因為我贏了第二站 接著就被人說 在討論區 某大人討論區 被人說 接著 但是到現在 都以為止 我沒有試過開任何一個AC 去反擊過我 任何對我有負面影響的流連 因為我認為我自己做錯的 這件事真的不錯 對於第二件事就是 我上次的 那個是甚麼 都是D2的 但是三個人比賽 Super 2 Super 2 是不是Super 2 Super 2 Super 2 那件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關我事 因為我真的 他打星期日 那時候回香港 回星期五、六天 因為是回飲食 那時候回香港 回香港五、六天 真的不能打 我一吹都沒有出過 接著 Yu Won就說 Yu Won又不知道 有些人說我好鬼 然後 那次是 因為我跟Ivan同分 那時候 那時候 Ivan那隊 那隊又出了事 被人投訴 接著 Yu Won就 不知道Yu Won 香港討論區 就說 就說 沒有遊鬼 我又走些事情 over了些甚麼 但是我一場都沒有到過 我一場都沒有到過 如果你們 不信 又好 甚麼都好 有我之前前公司的 所有記錄 是我每天 禮拜日都上班 回到12點至晚12點 接著 對 我又很無名其妙 又被人罵 接著 就說 我又拉回前幾點來講 但是 我經常覺得 認識我的 就知道我會有甚麼狀況 但是不認識我的 你要這樣 這樣 這樣屈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又無需要跟你解釋 對 我想問一個問題 在 你說打第二站 即是你已經挨近10的時候 你扔了標多久 我扔了應該 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三個月 兩個三個月 因為這個算是一個 新手菜 我那時候是 講了半年 上14 rating 然後9個月 10個月 16個月 因為那時候是有 可能有拍跳的效果 這時候跟Ivan和道場操 操 操到晚上 真的操到他收門 操到早上 然後操到晚上 再操到晚上 操到早上 那時候有哭過 說真的 有哭過 為什麼 為什麼我 這麼努力去 去 去證明自己 那 而 因為 有少少的流動 或者我做了一點點 事情 而被人這麼多批評 對 我又想問一下 即是 他那次操了三個月 他本身參加的時候是5.99以下的 然後去到第二個站的時候 他已經 他升標 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又是新手來的 三個月 那我想問一下 Marsa 你這位前輩 你覺得 他 這樣 去打 其實是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他第一三個月 他真的是新手 但是 他又 就是 升又真的 你知道升和跌這些事情 真的不是今天和明天 完全明白 對 你怎麼看 我有問過某大道場 那個主辦人的 那時候我就想特地問他 如果 如果 我超過了這個評判 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那行啦 你打上一個評判吧 那好像12.990至11.99以下 但是你所謂 之前所打的即分就不算了 那 那 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不給了錢 打了這個比賽 我只是打算看了個檔案來打 那 到最後 他說 如果你升了評判之後 那你的積分就不算 那 那 人之神情 其實 那 你始終都是 現在說 你說你第一兩三個月 其實 可能給我 我當然不會放棄 現在的 這個比賽 因為這個是你的目標 但是 如果 講賽例 這個真的沒辦法 因為事實上 你就是升了上去 如果他沒有高一個組別 然後只有這個組別 沒有話可說 對吧 但是如果他有 有得被你選擇的時候 那你當然是 一定要選那個 那 沒辦法 你自己也承認錯了是錯了 但是 還是要改 就是 人肯改就可以了 是很矛盾的 因為始終 我是一個新手 OK 5.99以下 我很想贏到第二個 stage 一直贏下去 所以我就很努力操標 然後我很努力操標的時候 又真的升得很快 然後去到第二個 stage 你心裡就會覺得 哇 有機會 我應該可以贏下去了 所以你就會繼續想參加 但是 我覺得 一次 就是你做了一次 你都知道自己錯了 然後 之後 你不會再這樣做 我就覺得 值得原諒 因為當時始終 都叫做一個新手 什麼都不用 但我覺得其實很難去界定 怎樣去為止一個新手 用時間去界定 多久 嗯 我覺得這些是 所以 當你做了一次 然後被人說 然後你又覺得自己 嗯 其實錯了 那下次 你會知道 嗯 我升了waiting 我不會再打了 那我就覺得 可以去接受這個人的 不要 就是不可以再拿回以前的東西來說他 最重要是肯改過的 是 觀點而已 每個人的觀點不同 所以 到現在 到現在為止 除了這個 有這個機會 讓我去說回那時候的事 還有 都 我都沒有做過一向 去平反自己的事 就算是Facebook也好 都沒有試過 因為這件事 發表了任何的言論 那 奇怪就是 這個是奇怪的事 就是因為 然後 外面就傳我 因為這件事 串了 然後又說 我罵人 但是 我一個意思都沒有 嗯 很多人都很喜歡 對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哪個 也不知道有這些 傳言怎麼解 對 很難說的 一傳十 十船巴 有些東西 很像賽 對 你也玩過 我也不知道 還有有時候 可能你跟朋友 我們一起 你無緣無故 說一些很囂的 語氣 但其實我們知道是玩的 但是在旁邊 有個 不認識的 三不認識的 三不認識的 然後聽到 喂 他說話這麼囂的 然後去到外面就 喂 那個人呢 上次我見到他說話很囂的 就是 就會 然後再傳開他 他真的好囂的 變了 但其實他根本就不認識 這個人 所以其實 我覺得是不可以 這樣說他 因為你不認識他 但是人就是這樣 對 沒錯 我都沒有話可說了 所以 不是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沒跟我分享你的好東西 我的什麼好東西 Yang Star比賽 Yang Star比賽 剛剛升起的 那時候是剛剛熊 老虎仔 覺得什麼都不怕的 那時候是覺得自己的性 應該說現在看之前 我都每個人都有這個 有這個經歷 是你升起錶的時候 剛剛升起錶的時候 你的人會囂張 等等的東西 但是 當你跌下來看之前 你到底自己做什麼呢 哈哈 Cursus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 那時候是剛剛 剛剛 掉飛錶 然後就是色彩 沒立過 沒跌過 全靶子只有Boo 對 所以那時候是行的 對 對 對 那時候被人說 都可以 那麼 MK又澄清完了 那 Kelvin呢 現在 有多一些贊助 日本很多粉絲 其實我不熟悉你的 你有沒有話說 我都只認識 香港有誰 不是什麼 Roydan Lamb 不是那些 是Kelvin Chan 已經 不會 是否因為你經常去日本 我覺得這個 會是一個因素 你在那邊 應該有很多朋友 日本 也有 可以的 也有的 還有有時候 都會跟他們 丟一下錶 交流一下 看看大家的實力 什麼武器 那麼久 看看大家進步 退步 還是怎樣 指教一下也好 你懂日文的 那你對這個交流 有沒有方便了 自己 都有 有沒有優勢 比起我們 有方便的 但是現在始終都是 在學習 你說普通的溝通 都OK 但是 如果你說很流利 你真的 還不行 還有打算 我也打算 明年會那邊留學 那就去體驗一下 好事 我想問 你是本身很喜歡日本文化 跟著之後 去扔飛鏢 然後更加努力去學日文 還是還是你因為扔了飛鏢 很喜歡日本那邊的飛鏢文化 然後就 再去學日文 就因為想這樣 是前者 OK 因為 小時候 都跟爸爸媽媽去日本旅行 都很羨慕去過其他地方 只有去過澳門 對 只有去過澳門 OK 因為不知道 總之就很喜歡那個地方 那些人 又好像很多東西玩 那樣 就是 還有他們好像科技是比較反達的 我覺得 香港也好 但是 就是 永遠都是這樣 有人隔壁飯香的 你吃點飯 不知道隔壁的飯好像比較好吃 對 所以我就 因為 而且我接觸了飛鏢之後 就更加 然後 上路 一些學好的人文 去跟他們溝通 對 還有 希望可以 令自己更加進步 因為始終 大家都很清楚 日本 扔飛鏢 厲害的人都很多 雖然你說 是不是最厲害 那當然不是 你 打PTC那些 厲害的大把 但是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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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到大都喜歡那個地方 我試試 肉肉一點的問題 好嗎 好 各位 在座三位也好 都有品牌 都有Supponser 那你們覺得 你們 有什麼資格 憑什麼 去拿這個Supponser 你想由誰先開始 那你們三個自己選 沒有Supponser 那我不用說 好 OK 不是喔 你以前也有 你現在做什麼 我講完 我講完 我貼完那張之後 我壓力是會大了 你不說 你不說 那些壞事 你不說 我弄壓力大了 我貼你的那張 你Supponser 可以嗎 一定可以 拿機票可以 那我沒有 我沒有這麼多資金 很臭 先說一下 你們三個覺得 你們憑什麼 實力 或者憑什麼 去拿這個Supponser 品牌是否可以 直接說他的名字 品牌是否可以 可以直接說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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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些東西比較敏感 所以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我現在不幫他宣傳 你現在有什麼Supponser 那我有 三位都是The Day 那兩位都是Monster 那兩位都是Monster 是啊 你先說吧 你少一點 OK 我先說 那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 我覺得最大的因素 是因為 那一次就剛好 我去日本打The World 那一集就在日本 那就見到 會場 我忘了 總之就見到 見到The Day的老婆 那我就跟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品牌 是 那我就說 什麼品牌都可以不要 就是除了JDAS 這個是不可以不要的 因為 我記得那時候 還沒去之前 我就已經在香港有買 The Day的衣服 你也聽過 那時候真的沒什麼人穿的 那我就 那時候 那時候 我記得JDAS都沒有去買 我已經在DAS Hive 買的 所以你現在就認為 對 我就很喜歡這個品牌 而剛好 他隔了可能一兩個月 然後回到香港 那我就 不知原來 他有意欲 就找幾個 外國的歌手 還要是香港的 那 我不知道是因為 因為我誠意打動到他 誠意 就加上 對 那我可能 本來就很久之前 就已經是這裡的 Youth Pro 那 就 他可能記得我 還有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 真的 沒什麼 成績 的 只是 去過一次 日本打的那個 Tiger 所以 都不是什麼 厲害 所以你就認為 你有這個 製作者 就是不關成績事 是你的熱誠 你的中心 對 我的中心 因為他的 就是最重要 你是喜歡這個 然後再 靠一點點 JDAS 靠一點點 然後就 接觸到路 然後就 展示自己的熱誠 展示自己的中心 然後去獲取這份快速方式 當然我知道長遠這樣來 是不行的 當然有些成績 給人看 而剛好 我記得過了 好像一兩個月 就是這個Hong Kong Open 我剛好是最後一年 17歲就可以打這個Youth Division 我記得我那期 真的扔得很差 真的扔不到 但剛好那天 就不知道做什麼 吼吼聲 硬錶 然後呢 吼吼聲 吼吼聲 不好意思 吼聲 然後呢 那我就 很幸運 拿到第三名 我記得我是輸給 Royden的徒弟 劍仔 也是 出名的 到兩位 覺得 自己的支持者 是靠什麼 剩下的呢 WASSAP 趕著 不如我先說 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現在 這麼多人會簽到支持者 很多時候都是 可能那些老闆 會見到 不是見到他們的成績 而是見到他們的熱誠 見到他們的 潛力 可能是潛力啦 總之其實最大的因素 我自己看就是 其實他們對菲菲的熱誠 可能他們真的放很多時間 他們的標品 是不會說很囂張 就是 即使打得好的人口 不會很囂張 而是會 就是很有衝勁的 對於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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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 我第一個 叫做品牌 sponsor 其實是JDAS 亦都是在我 扔了標 都好像 一年左右 那就是 真的一個很突然之間 有一天 即我差不多每天都上JDAS 就突然之間有一天 就跟我說 你 即我們有興趣想簽你 那你看一下想知道你的想法是怎樣 那 那 當時的我呢 就是 第一個反應 我真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 很驚訝 然後第一句問的問題就是 蛤 簽來做什麼 即我 我真的不太知道 簽 簽來做什麼 以及sponsor 做什麼 然後 然後 他就 跟我說 因為看到我 很 有 因為剛好 其實那一期 就是 Super 6的選擇 那 我很努力 去 叫做 練習 其實就打一個 在JDAS 那 出奇地 就是 那天的表現 真的打得很好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 那時候 我記得是打到 七八 八百幾 八百幾 那分數 然後 成績 當時的排名 是 全港 女子裡面的 第二位 那我自己也很 嘩 好像 有點進步 然後 我考慮了 因為 他也給了一點時間 我考慮了 我考慮了之後 就覺得 好 因為既然也有人上色 我就 答應了 很多人就說 簽了品牌之後 就會有壓力 其實 對我來說 又不是很有壓力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苦力 因為 多了 sponsor之後 令我更加 覺得我要證明給別人看 我是 做到的 我不是只是 幸運那麼簡單 哇 然後 其實一直都沒有想過 有其他 或者是怎樣的 只不過是想更加去努力 做好一點 那 一直就有 就是 進步 去到 The Day的時候 也是一個 很 很幸運的機會 那麼巧 他又想簽香港的標手 那麼巧 又想簽個女生 那麼巧 我又是女生 那 所以呢 那麼多那麼巧 對 真的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那麼快 叫做 然後呢 去到 後來 那 又是 剛好 有一個機會 在香港 Monster Gallery的開幕 那 Monster的老闆又來了香港 那 在事前 當然 Micky媽媽去日本 可能見面的時候 也有討論過 那 當然 簽一個人不是說 喂 喂 他OK 簽他啦 那 他就說OK啦 不是這樣 所以他親自來到香港 我們又接觸過 也都在 見過面之後 他又覺得 可以的 那 看完我的表情 那就 很快就OK了 那 所以 當然啦 你問我 我也是覺得自己很幸運的 但是 我沒有因為我有這些東西 而覺得自己是特別敬過人 我知道自己的實物是怎樣的 那 所以我 我會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去證明 我自己是可以的 是的 還有 都是那一句 去到這個時刻 我都覺得扔飛鏢是開心的 是的 那 你也是覺得 其實純粹是幸運的 而且 這麼巧才會有 那當然啦 我都覺得自己是有努力的 那 其實你說 操錶 練習這些 那 我自問真的 都挺努力的 就是 我差不多真的天天有練習的 只不過 每一天的時間長短短 但是 我很為了自己的 就是我以前的形狀 可能認識那個時候都知道 嘩 這隻手扔得很高 然後 有 扔得 很多錯 不對的東西 那我為了這件事 我有改 改的時候 當然是會 會跌的 這個是很多人都會試到 但是我不覺得自己不行 我覺得自己是 我一定可以捱得過 然後我就 捱過了 那我就 雖然不是進步得很快 因為 可能MK媽那些 進步得神速的 但是我真的 很少很少的進步 而每一次的比賽 我覺得 比起我上一次的自己 進步了 我就已經很開心 對 那我覺得 我將來 都還是可以的 但是 慢一點 對 還有這個呢 Monster 跟El Style Monster Monster Gallery 看到而已 El Style 就是在今年ADA 又是看到 Gintaさん 又是 有聊天 見過面 亦都看了 profile 就 對 他們銀口 就 所以 所以 啊! 剛好我在ADA 那個 Double裡面 它 贊助的 一個 Double的比賽 我當時 就拿了 好像是 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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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個獎仔 那當時 他都 看到 都OK啦 就 對 我也很開心 對 這樣 你 因為我都聽到 不是這些 好的事情 尤其你走了 那些人會說得更加放肆 你覺得怎樣看呢 對於 你這麼快 又簽完 Double Day 立刻又有這個Mosco Air Style 你怎麼處理這些 這麼負面 這麼舒服的 一些 傳聞呢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覺得自己是 完全沒有實力的 但是 我覺得 別人肯 想認識我 因為我有潛力 但是 我的潛力 還沒頭髮出來 我也是那句 我是 有努力 有進步 只不過被別人慢 但是 我 你問我對飛鏢的熱誠 其實我是 很 很有熱誠的 所以 即使我在香港也好 我現在去了新加坡也好 我都是 我真的每一天都會努力練習 也都去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接觸更多飛鏢不同的東西 例如 我看看外國的影片 或者去研究一下 各國飛鏢品牌 或者做飛鏢的成分 我都會去研究 所以 其實 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很有熱誠 所以 你們怎樣說 我不要緊 認識我的人就會知道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 有些人說 外面有傳聞 就是說 你之前這麼快 簽那麼多的品牌 是靠JDAS的關係 也都靠 Micky媽幫忙 那你怎樣回應這些傳聞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JDAS的玩家 那 不如這樣說 其實簽所有品牌 你都首先要一個介紹人 你不是貿然衝去日本 跟老闆說 喂你簽我 反而這樣 別人還害怕你 對 你都要有少少幫忙 當然 我是JDAS的玩家 JDAS幫我先說 然後 不是說一說就可以有 說完 別人都說 那你先發帖子來看 首先 都要看看你拿了什麼獎 也都會親自 因為所有 除了The Day的老闆之外 其餘都真的有親自見過 我跟我聊過 那 我覺得 都是那一句 我自己 有努力過 不只是說 別人一句 我就OK 不過很幸運 是真的 我也覺得自己比較幸運 的一個人 那你們都說完 你們簽了什麼贊助 我還沒說 我沒有啊 你有的 你之前有的 Dartman 還有的 沒有啊 沒有啊 什麼贊助 還有一個 沒有啊 我自己第一個簽的品牌 就是一個Battle品牌 就是Tiger 其實 我扔了兩三年之後 才有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之後 其實是因為我 我扔了標一年多 其實我去台灣 其實低級一點 就是好像C5 那樣的比賽 贏了 之後青少年也是贏的 之後 連上Double Double 我記得好像是沒有走的 之後 也是Champ了 就是grind了 但是也是Champ 之後 那時候叫做我第一個 第一點的獎項 之後就出去嘗試一下青少年比賽 那時候日本很流行的BURN Youth 就繼續參加不同的日本的UF比賽 之後其實你說那時候沒有什麼成績 之後可能Tiger老闆看到我有潛質 就簽我 因為他很... 他一直都很支持我的 我也很感謝他 那時候就是我第一個贊助 之後... 我想我第二個贊助 真的不太記得了 我想LSTAR 之後JDAS JDAS是第一個 JDAS是第一個 Tiger是第二個 之後就是LSTAR 之後...之後就是... DORAN DORAN LAST LIVE 那... 還有沒有 CAMEO 你不是我嗎? CAMEO 其實當時真的... 之後最後就是... 最近就是The Day 之後... 某些原因 那... 我由現在... Tiger 就轉了去Monster 那... 那... 詳細就... 就是... 有時間講的了 那我都不講了 其實... 轉公司 很多人都會試過的 那... 其實... 他們簽我... 其實... 我都叫做... 有些成績啦 那...寫了那個Program 那... 他有看到我的表現的 那... 所以... 他才會簽我 做他們的標手 而已 我都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你是... 是... 小時候啦 嗯... 都是的... 都是的... 以前寫小時候... 因為你真的... 小不小的時候 就可以掉到那麼厲害呢? 所以... 別人看到我覺得 是... 很難的事情 還有... 對於日本的老闆來講 可能因為你是一個外地的Player 那你都... 就是... 就是... 小朋友 因為當時... 香港又不是十分流行啦 那你真的很... 很... 正常沒有什麼小朋友 是啊... 就是有賣點咯 是啊... 嗯... 然後你又... 那個成績又真的... 你當時是真的很好 其實... 那時候也算不錯 對 你當時Burn好像有了一個... Channel 之後啦... 2012... 2013... 對... 2012好像... 對... 就Channel 都不少東西啦 我... 我也有看過那些Videos 那就... 大家都講完了 前世今生數 看出來啦 前世今生 其實... 大家都是... 可能有些人靠好彩 有些人靠... 有些人靠... 我沒有啊... 講完了... 不是我...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大部份啦... 那...其實... 不... 沒有的... 其實... 不過我很希望... 就是我想補充一句啦 我很希望大家會... 就是... 繼續去留意我啦 因為我會... 我會... 用行動去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 有能力的 也都... 不會對不起我的贊助 所以... 大家要看久一點 因為... 我會慢慢來 哈哈... 很棒... 結束了 謝謝 謝謝 希望大家努力